相传 他的前身是座坟地 该楼时无故逝世好几名工人 建设好的高楼经常停电 虽然雄伟建筑的外观 时刻彰显着他的品位和尊贵 但深夜 楼内传了女生的说话声 又让许多人感慨 既接地气 又接地府 因为这里常常传出层出不穷的灵异传说 再加上楼房层数刚好18层 所以被当地人称为18层地狱 田径著名罗马花园 位于河西区 有一北路与永安道交汇处东南侧 相传那里之前叫老头坟地 换句话说就是 在陵园上修建的小区 据说在施工的过程中 这里还挖出很多白骨 虽然建筑商在第一时间做了保密工作 但还是有民工走落了风声 据说相关艺人小蘑菇 在抗美援朝时期凉凉的 埋在如今的罗马花园地下 死后貌似阴魂不散 有许多住户曾在半夜 听到有人在楼道里说香声 但是罗马花园一期建成后 随着新房的交付 有许多业主开始进行装修工作 传闻有个装修工 因为业主想要赶在年前将房子装修好 所以让工人晚上帮忙加班装修 在凌晨一点多时 装修工结束作业以后 锁门准备离开 因业主家住室楼 所以装修工选择坐电梯 当时凌晨一点多 他走进电梯后就他一个人 随后按下一楼 很快叮咚一声 电梯门开了 装修工认为到了一楼 结果抬头一看 电梯还停在18楼 而电梯处一个人都没有 随后装修工想起来 这小区的灵异传闻 便感觉一阵阴风吹过 随后便打了个哆嗦 就赶紧关上了电梯门 又重新按下一楼 可就在电梯关上门的刹那 他身后就悠悠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麻烦帮我按下四层 这下装修工瞬间即被发凉 直冒冷汗 可当他慢慢的转过头后 并没有看到人 电梯内只有他自己 那到底是谁在说话呢 就在他惊恐万分的时候 女生的声音竟开始变得急促 快帮我按个四楼 装修工被吓得两股战战 站在原地不敢动 也没有圈电梯 可是过了几秒后 电梯却在四层停了下来 当电梯门打开的瞬间 一股阴风吹过 随后就恢复了正常 当电梯到达一楼时 装修工人已经吓得腿软了 急忙爬住电梯 次日就跟他的师父提了辞职 然而这些都不算什么 更恐怖的还在后面 你听说过天津 罗马花云事件吗 相传有名住户的老人 连续好几天早上醒来 都发现自己睡在楼道里 起初他以为是自己梦游了 就没有告诉其他人 可最终才知道 发生了灵异事件 因连续几天都发生此现象 最佳人开始担心 是不是老人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便决定在家中 装上一个摄像头 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晚凌晨两点多 他们看见老人的房门被轻轻打开 突然一下老人腾空平躺 脚下没有任何东西固定 处于悬空状态 随后慢慢被移到门口 随后家里的大门敞开着 而老人被放在门外走廊的地上 在整个过程老人非常平静 跟没事人似的毫无反应 但在移动的过程 感觉像是被两个人抬着走 后来这会人家将这段监控视频 给物业看了 可物业看后也没看出个什么来 紧接着罗马花园的闹鬼事件 被传得飞飞扬扬 还有更诡异的 居住在罗马花园附近小区居民的眼中 对面那块风水保地的楼宇间 常常上演灯光秀 有很多楼里窗户的灯光 都会闪烁不停 此起彼伏的忽明祸案 仿佛有人一直在按开关 随着诡异传闻越来越多 搞得整个居民区人形惶惶 甚至有许多业主找开发商退房 物业公司为了平息此事 同时也为了找出事情的真相 立刻派了两名保安人员 逐层巡视小区的各个公寓 一定要抓到此事开始的英雄 没想到调查巡视工作进行没几天后 保安人员竟都纷纷提出离职 并声称 无业的楼道内会时不时传来 女人穿着高跟鞋夺步的诡异声音 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随着诡异传说越来越多 再结合这片小区所属过去的辉煌历史 十八层地狱的名号 在天津市不禁而走 阴罗马花园各式各样的怪文 越来越邪门 小区的房价受其影响 从一平米三四万跌到了几千 但罗马花园为天津规划的经济圈 极佳位置 天津本地人公认的高档社区 建成之时就风光无限 难免会引起一些人嫉妒 再加上之前的历史源源 并有了道庭图说的诡异传闻 天津西开教堂灵异事件 鬼同啼库被神父残杀 究竟是真是假了 相传 明国时期天津西开教堂建成后 里面有一位来自德国的神父 他的面容非常丑 最恐怖的是他性格残忍 甚至还有惨无人道的癖好 热衷于从贫困家庭买了孩子 将其杀害 然后将他们的尸体用来熬炼脂肪 并用炼出来的脂肪做成肥皂 亦或者是做成颜料化油化 后来这位神父的罪行暴露 党地居民发起组织 将其殴打一顿后 叼死在教堂外的一棵树上 从此教堂附近便有了诡异传说 近年来传出在深夜时常常听到西开教堂里 有孩童的啼哭声 而且曾经有对情侣深夜在教堂附近谈恋爱时 看到那棵曾吊死神父的树上 突然惊现出一个鬼影 并且有着外国人凶恶的脸 不过以上呢就是民间传闻 当你了解西开教堂的历史后 不难理解为何会有这种奇怪的说法 天津西开教堂就叫法国教堂 是有一群欧洲天主教会的人在我国绣建 其地址位于天津市和平区滨江道一带 目前它是天津市内总面积最大的教堂 教堂的设计风格是典型的天主教堂 流传之间变成了天津的旅游景点之一 不过在教堂建立时曾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 据说西开教堂在军工时 因为当地政府警察的不作为 以及外国租界寻补不公平对待当地群众 从而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再加上当时群众的思想比较保守 本地信仰理念早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 对于外来思想本就有抗拒心理 所以当时在面对强权时 军众只好编撰各种灵异 来抵制天主教的传播 总而言之 所谓的鬼同哭泣事件 只是人们为泄愤而编出的传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以上内容就来自民间 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 不要当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 加关注 请订阅